我的提心,你考虑的怎么样啊? 这个美女参加了一次晚宴,竟然被鬼王看上,林天青希望丽兰做自己的鬼新娘。 但丽兰死活不答应,她竟然以潘叔的性命相威胁。 爹,她为什么会在那里? 林天青告诉丽兰,潘叔现在半死不活地在地府中受振磨,如果她不赶快回到自己的身体内,就会真的死掉,而且永远都不能投胎。 丽兰恳求天青帮帮自己的父亲。 我被人害死的时候,有谁来帮我呢? 林青帖说的话让丽兰错愕不已,外界传她是病死的,没想到竟然是被人毒死的。 我帮你复仇,你帮我救我爹。 好。 为了救自己父亲,丽兰和天青达成了协议,在十天内帮她找到凶手,如果十天内没有找到的话,台叔会变成一具冰冷的尸体。 天青告诉了丽兰那天自己喝茶中毒的事。 那天和你在一起的人,都有可能是凶手。 那…… 你死了,谁会得到最多好处? 天青认为是自己躺个林天白,因为她垂涎自己的财富已经很久了。 而让丽兰惊恶的是,这个林天白竟然是自己的青梅竹马。 回家后,丽兰把何天青的约定告诉了女管家和王叔,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。 管家深知豪门斗争的凶险,她担心丽兰的安危,不同意她去冒险。 但丽兰态度坚决,无奈之下,管家只好妥协,答应利用人脉关系,帮她进入林府调查真相。 管家对林青天纠缠丽兰的事情很是担心。 于是,她找到了打小人的梅姨,希望把林天青打跑,管家把林天青的名字写在纸上。 梅姨二话不说,拿起鞋就对这张纸开始抽打,而在阴间的林天青也感觉到了异样。 紧接着,梅姨使出浑身力气一顿狂打。 另一边,碧兰在林家遇到了一个怪人,自称是天庭守卫。 因为天青死后,一直都没有去地府报道,天庭怀疑她收买了判官,让她下来调查此事。 天青去世之后,天白从外地赶回来,继承家业,因为天青说过自己的死亡与天白有关。 丽兰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了天白身上,有意接近她,用言语试探,到她的房间里寻找证据,都一无所获,最后还暴露了自己。 丽兰只好把和天青的交易对天白和盘托出,但天白并没有介意。 此时,丽兰对天白的怀疑完全消除。 自从管家让梅姨打过小人后,她的手臂上就出现大块的误亲。 这显然是天青的报复,为了去除邪气,管家跟王叔把从当时那里求来的盐洒满家中的每一处角落,就在此时,诡异的事情发生了。 吕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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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